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长书新原著 光合金木之则 起点中文网 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第507集 鱼醉休夜似的 大口大口灌着冰水 让自己清醒着 温蓝咯咯地笑着 看着鱼醉的模态 那一个瞬间 他现在也搞不懂 为什么好友感觉 还如此清晰 而且他感觉到了 鱼小二对他的抗拒 他怪怪地瞥着眼睛 轻声道 你 很在乎我是蓝湛一的女人 啊 这样人知道了 我得自己跳海里 鱼醉顺水推舟 把胆怯掩盖住了 越实诚的男人 越容易逗得淑女开心 温蓝呵呵笑着 却又有了几分凄凉的味道 摁着车窗悠悠道 你知道蓝老板有多少女人 有很多 当然 可能多到他自己都顾不过来 我十七岁就跟着他 就像圈在笼子里的小八哥 拴在绳子上的小八狗 他高兴我就陪着高兴 他生气我就只敢躲着 十多年了 之所以还没有把我一脚蹬开 那是因为 我还能给他赚钱 还能在需要的时候 被他当作礼物送给别人 我和好多男人上过床 你信吗 温蓝轻声道 媚眼飞着 似乎是在挑逗 似乎是在测试这个男子的底线 又似乎是在审视着 面前这个男人够不够做他的入目之宾 于醉正了一下 直视着温蓝火辣辣的目光 于醉有点脸上发烧道 我 我也和小姐上过床 不过 都记不清他们长什么样子了 温蓝一愣 看着于醉诚实的表情 突然间爆发出一阵大笑 笑得全身直颤 笑得两眼快流出泪来了 这是他听到过的 最直白和最聪明的一句回答 也是最蠢的回答 蠢到他有点欣赏 这个诚实的烂仔 半赏他回头 看于醉还是那么呆呆的表情 一下子又按捺不住要说的话 又喷成了笑声 走吧 少官 他摁上了车窗 坐正了 此时酒醒了很多 逝去了眼角的泪 他又对着车前的镜子补着妆 边补边倒 刚才有点失态 我知道 我不会和别人说起来 温蓝文言正了一下 看了看专心驾车的鱼醉 他笑了笑 补完了妆 捋平了裙子 正今坐在位置上 不过刚刚那怪怪的动情感觉 又让他怎能平静呢 他不时地打量着鱼醉 轻声道 我一个人在家有点无聊 有时间 你过来陪我说说话 嗯 没问题 温蓝暗笑了笑 再优秀的男人 也是胯下四围动物 不过他似乎还是不满足 又道 改天 我还想逛逛街 各个物 你也陪我吗 当然 没问题 于醉道 答应得爽快之极 看来没有什么难度 温蓝笑了笑 惬意地靠着椅背 他知道这个新人 很快就会扶手听命的 或许还不止如此 半少没有在安排时 于醉反而问着 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这话是瞥眼看着他的胸前说的 温蓝一下子起身 手扶了一把于醉的后脑赤着 当然有 不过得看你的能力和魅力了 这话说的暧昧 而且留下了无限的遐想 于醉直驱车回到了位于仙湖的别墅 活在门前给温蓝亲自开了门 把他送进门厅以后 很自觉地站在门外 温蓝微笑着回头一瞥 一个媚眼 一个招手再见 那窈窕的身姿 消失在了红木楼梯之上 回到车上的于醉 多了一份怅然若失 车厢里似乎还留着疑人的心香 他驾着车慢慢回返时 还是想不通 这醋来的艳遇 是无意的感觉 还是有意的安排 他倾向于有意安排 可又觉得那个失吻的感觉 绝对不是作假能做出来的 是他吗 于醉最后一次回望 那栋漂亮的欧氏别墅 第一次有了侥幸的想法 他希望劫匪中没有他 他甚至希望他和所有的事情 都没有关系 可他又无法说服自己 一个女人有多大的能量 他领教过 就像曾经的沈家文 他们自己就是角色凶器 丝毫不逊于全副武装的匪徒 能造成的破坏力 这是于醉仅有的犹豫 他知道不该有 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觉 总觉得不是他 滴滴的手机声响打断了他的思绪 他摸着手机 看了一眼按码发来的短信 是以运营商的口吻发来的业务介绍 不过业务类别的编号 都是特勤用的按码 按码5748要求向家里联� 他想了想 这部地下组织配发的手机 还是不怎么安全 所以没有立刻回复 他加快了速度 进了市区 转了数条街道 确定背后没有尾巴跟踪的时候 他驳好车 直接进入了一片旧式楼宇的小区 在这些地方 有居民楼改成的小网吧 电话卡带半点 转有几处买了一部新手机 直接和家里联络着 上午反查的信息有了结果 他听着电话里李梅报的结果 心情一下子凉到了冰点 结果是 在温泉休闲会所的停车场 发现了崩牙老马加龙和温蓝 在同一天进入会所的监控 这个证实了鱼罪的想法 他们之间认识 而且可能还有密谋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 在汐车场遭邪 纯粹就是做戏了 怪不得两个男人被看得面目全非 而温蓝却紧紧背后中了一刀 也许 他那时候根本没有昏迷 而我活下来 无非是要多一个 让外人相信的活口 让那场戏更逼真 那这是借刀杀人 借马加龙的刀 杀蓝战一的亲信 然后再借蓝战一的手 灭马加龙的口 再然后 就可以实现利益的重新分配了 袁中奇 一直做着六合彩外围生意 那是蓝战一的起家生意 现在归刘明玉操控了 难道 是温蓝 在操纵这些人 现在蓝战一不敢轻易地回内地 只有恰恰是毁他长城最好的机会 洗车场的遭袭 也许仅仅是为了断他左右手而已 鱼醉的心越来越凉 尽管他不愿意承认 可越来越多的迹象 已经开始向这个终极目标汇集了 温蓝 温蓝 女 现年29岁 曾就读于深港相邻的阳城师范学校 有数次出境记录 这就是迄今为止能查到的所有记录 没有案底 没有从事任何职业 甚至社会活动 只有一个名字和一张苍白的简历 如果不是渐渐走向深入的案情 恐怕就是再排查 也不会重视这个被蓝战一金屋藏娇的女人 之前的排查 我们倒没有注意到她 关键在园中其身上 在深港 像她这样被负伤 或者官员包养的情妇不在少数 大部分都是这种生活状态 除了消费和玩 很少出门 李硕道 他带着一个同事直指照片直言道 我倒是觉得 这个人相当刻意 仿佛是凭空出现的一样 而且和温蓝 尹天堡 刘玉敏走得很近 我一直觉得 他们在密谋什么 说到这儿时 他突然发现满座的西山同行表情怪异 他生怕别人不相信地加了一句 关系很密切 偷拍的照片里 居然发现他们在车里活来 换了一张 隔着车窗拍的 从车前窗俯视的角度 能看到两人腻歪在一起 鼠标眼睛睁得溜圆 口水都快掉下来了 渔风曹亚杰眼珠子也快凸出来了 李梅咖啡杯子翻了 留了一地他都没发觉 只是凛然地看着两位领队和老许 这可是生活作风问题 在组织里会很严重的 这是于醉 也进入了抓捕的名单了 确实很可疑 不过应该也是一个被教唆的手下而已 我们不能在他身上投入更多的精力 对于系列抢劫案的动机 您怎么看 许平秋自动忽略了这个场景 不得不承认江还是老的了 这老同志眼皮子都没跳一下 我同意你们的看法 就在钱上 给别人当二男 没有传说中那么疯狂 这就像生意 明码标价的一个月 给你多少生活费 因为前铁而走险 完全说得通 当然 如果他们有这种能力的话 能力应该已经具备了 有尹天宝这样一个 常年玩车修车的人 又有极度渴望金钱的动机 一拍即合肯定是行得通的 这也应该是尹天宝破产以后 又迅速发迹的原因所在 众人交换看着这些人的资料汇总 一个大致的脉络已经越来越清楚了 现在看来 结案中女性受害人没有受到侵害 这一点似乎也能得到解释 萧梦奇观摩着 看了谢冰一眼 对于当时就能发现这个不同点 似乎很值得他欣赏 那这个有点女性倾向的刘玉明 以及这个温兰 都有可能直接涉案 对 不管是女性 还是心里是女性心态的 都会下意识地这样做 就像呵护他们的姐妹 谢冰 你倾向于是谁 温兰 谢冰直接道 手快速地点击着笔记本里的存档 当时模拟的场面 两个车里一个车外 他点着车前负责修车忘风的那个人向说 他应该是这个 负责在电云受害人之后 掀起车前盖车档 然后在完成后 他会在另一辆作案的面包车里 负责把钱刷到POSE机的金额汇总 为什么一定是他 不是刘玉明 李绰提异议了 他仍然觉得有点匪夷所思 能把男人控制的扶手TR 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女人 一个是钱 恰恰他全部具备 而且综合几例其他案子 对于男性受害人的虐待 也符合他作为包养情人 对有钱男人的愤狠心态 当然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因素 在案发的事件里 我们找到了刘玉明 仍然在深感的监控 他又不再牺牲的证据 多人小说剧 鱼醉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